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美国各地移民局办公室的485面试情况比较 过去一段时间因为绿卡排期前进比较快 我们有更多的客户能够得以提交485申请 以及取得485批准 当然这都是好事 有一些申请人在485批准前 他收到了面试的通知 有的人相应的比较紧张 或者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 或者想知道说 在我所处的这个地方移民局办公室 它的形式是怎样的 有什么特点 我们在这里根据我们陪同帮助客户 参加这个485客户面试的综合的情况 积累的经验给大家介绍一下 总体来说485有这个面试不见得是坏事 省得你申请一直如果没有得到处理 更新落在这个黑洞里面 那也不好 对吧 那你这个485面试以后 根据我们的经验 现在职业移民 一般面试以后很快就可以批准 亲属移民要看具体情况 有的时候移民局对亲属关系 对于这个财政担保 对于申请人过去的婚室 等等其他的有更多的质疑 所以有时候要等一段时间 那当然这个也另一方面说明嘛 那你事先在面试以前做好准备更重要 那先说一下这个主题 那美国各地呢都有移民局办公室 比如说在我们华盛顿地区呢 DC和威尽利亚北部呢 都在这个Firefax这个地方面试啊 那其他呢有的州像阿拉斯加州面积很大 但是呢那他这个因为这个移民局办公室嘛 可能就都设在Anchorage啊 如果你住在Firebanks 那可能就要好长的开好长的路啊 去面试 那当然大多数州呢 有的像加州啊 有的时候他就有不止一个办公室 在San Francisco有啊 在San Diego洛杉矶也有 那这个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先说呢 总体来说像前面提到的 加州的San Francisco 还有西雅图 还有盐湖城啊 Sout Lake City 还有呢 这个南部的一些地方 亚特兰大啊 Florida 这个等等 这些地方呢 坦率的说呢 我们感觉相对来说 面试的标准更严啊 有的申请人呢 遇到问题的比例啊 或者绝对的数量更多 那哪里要容易一些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统计 看到比如说像波士顿 San Diego啊 等等啊 就是一般呢 你如果Raw of Thumb 好像看着说比较Liberal的一点地方呢 容易通过 但是呢 这个也并不一定 那前面说的San Francisco 西雅图 可能因为来自中国的人很多 对吧 在硅谷啊 在这个Amazon微软工作的人很多 那有的人呢 过去曾经有党员身份 以及其他的比较复杂的问题的人 也比较多 所以呢 反而这个通过呢 有的时候会难一点啊 case by case 那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 那比如有的移民官可能比较友好啊 他可能还跟你说开玩笑啊 谈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啊 等等说啊 你在Cable公司工作啊 那我这个我也用这个Cable啊 能不能有什么Discount啊 当然这开玩笑移民官 作为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不能接受贿赂 但是呢 别的至少呢 这个显得比较友好和善 有的移民官呢 公事公办啊 比较冷冰冰的 这个倒也不一定有问题 但是有的移民官呢 他可能表面上没显示 没说什么 但是过后呢 他会说你说的问题有漏洞 有什么的啊 那我们知道呢 比较多的有的 对于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有过去的党员身份的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比如说原来签证的时候 说的是他已经结婚了 其实没结婚啊 他这样写是为了签证更好批准 那过后呢 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也有的人呢 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OPT挂靠啊 比如说身份的gap呀 等等吧 像这些 那或者有的人呢 说我这个换了工作 这个会不会影响啊 我的这个工作的职位 这个工种啊 这个job responsibility等等啊 所以有可能会有这些变化 那怎么样来应对呢 当然你这个 在interview以前可以准备好 这个呢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在我们的其他视频里面 在我们在一个叫美国攻略 这个网站上的文章 都有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经验总结 大家可以参考 那你这个interview以前嘛 当然要把文件准备好 而且知道在哪里 省得到时候临时找 比较着急 另外呢 比较重要的一点 希望强调的呢 就是移民官讲到 问到你什么问题的时候呢 那你当然不用说 从旁古开天地说起 讲的太多太多的细节 这用不着 但另一方面呢 有一些问题 也不见得你还可以呢 除了简单的回答yes no 不要像机器人一样 就拨一下动一下 然后呢 你这个还可以增加一些 对自己有利的内容 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移民官问 说你这个最近离开过美国没有 那可以回答的时候 可以说 比如2019年去过中国 去了两个星期 去看望父母 你就不用分成好几个问答 离开过没有 美国没有 离开过 哪一年 2019年 去干什么 看望父母 去了多久 两个星期 去什么城市 北京 你这同样一个 本来能够这个直接就比较简便 这个efficient 这样一个问答 你把它变成了四五个 那这样呢 也比较耽误时间 然后呢 效果可能也不好 那你要看到呢 就有的时候 这个怎么说呢 现象背后的本质 他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 他可能想知道 你出国是不是去领受什么任务了 对吧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你给他有一个 简单的 清晰的解释 这样呢 就也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氛 是吧 从这一方面 然后呢 其他的 还有什么呢 这个 移民官在interview结束以后 那你可以问一下 对方的姓名 有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张纸 让你签字 然后呢 证明这个interview已经结束了 到这个时候 可以问他 说还要多久 如果你了解到 对方的姓名 那过后再回到移民居办公室 如果需要的时候呢 可以方便询问 说我已经case interview过一段时间了 一直没有消息 如果你知道原来是谁 进行的interview conducted的interview 这样呢就会方便一些 那这个 现在有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interview的时候啊 他也会要你先拍照啊 打指纹 证明是本人 有的内容呢 也会有录音录像啊 这个 你就是一个formality啊 不见得特别着急 当然你要这个 不要不要 你都需要紧张 当然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回答 如果说我过去 打过什么东西错了 我现在能不能改过呀 当然能够改过来 与事实一致呢 比前后一致更加重要 那从统计数字上来说呢 过去呀 这个亲属移民一般要interview 485面试 在批准以前 职业移民呢 本来是不需要的 后来在川普时期呢 几乎所有的485都要interview了 那么后来呢 现在一个是川普下台了 另外呢 因为疫情的影响 现在应该是大多数职业移民呢 也不需要interview 但是仍然有一些人被选中 有的人是因为 个人的复杂背景情况 有一些人就是随机的 总之像我们提到的 被选中呢 interview不见得是坏事 有可能能够让申请尽快的批准 我们律所最近通过电话 参加了很多申请人的interview 有时候一天就有不止一个 有的时候呢 是作为律师来陪同参加的 有的时候呢 是作为翻译来帮助参加这样interview的 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没有问题 对于我们的客户呢 我们在485 如果有这个面试前呢 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准备 如果不是我们的客户呢 那我们也可以提供付费的服务 总体来说是这样的 回到前面说到 那这个我们感觉呢 最近一段时间提交485的 以及485批准的 拿到旅卡的人数量还是很多的 希望大家都顺利完成这一步 关于interview呢 我们在其他视频文章里面 都有详细的说明 大家可以参考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